今天超能摄影杨阳放出跟上次爆假料的W女士的通话录音 还声称W女士作为蔡徐坤粉丝 演技比郑主好多了 建议直接出道 在录音中 这位W女士面对每个问题都对答如流 让人感觉她确实被蔡徐坤辜负了 对她怀恨在心 所以要出来垂死她 而这段录音曝光后 也有网友质疑 像W女士这种爆假料造谣污蔑的情况 是不是应该坐牢 其实关于W女士爆假料这件事 小编之前也分析过 因为事发后蔡徐坤报警追责的对象是狗仔 而不是爆料人W女士 所以这很有可能是蔡徐坤自导自演的一个局 目的就是为了金蝉脱鞘 今天W女士也承认自己爆的是假料了 不过她说自己是为了测试狗仔手里料的真实性 这么说属实有点侮辱观众之商了 小编就想说 造谣诽谤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这个风口浪尖 她平白跳出来送人头 难道就因为她想以身是法 当然了 也不排除这是蔡徐坤和狗仔联手做的局 就看最后蔡徐坤是不是真的追究狗仔的责任就行了 要是像上次阿瑟那样 直接把狗仔送进局子 那肯定能证明狗仔跟这件事无关 其实这件事发展到现在 小编的看法跟大部分网友一样 那就是既然都知道W女士报的是假料 那就没必要再过多纠结 而应该把重点放在C女士流产 并且被装监控监视 调取个人信息等不法行为中 小编也不知道蔡徐坤是咋想的哈 当时事情出了好几天 中间连个声明都不发 就一直在装死 不知道是不是以为不吭声就没事了 还是觉得反正粉丝会帮我洗的的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到现在蔡徐坤的粉丝还一直坚持洗地 说她跟C女士只是感情纠葛 涉及不到别人 说起来蔡徐坤的粉丝 确实蛮可爱的 还让工作室去拿鹅厂的S加大具 再找几个漂亮小花搭档 说这样郑主很快就能洗白 殊不知鹅厂惜命得很 今天举办的腾讯音乐娱乐盛典 都不带她玩了 团队之前还晚尊说 是为了处理个人问题 再缓出席